需要改四次 四次 再往上 這邊也有一個 兩個欄位就是四次 然後還有這個 這樣的話 再讓一次應該就可以了 我記得大小寫是 字內關係 這邊的話 把他丟過去 在這地方 我想你們自己也可以試試看 甚至你也可以 用那個 是取得什麼 Database裡面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可以 在篩選的時候 你再多一個什麼 SQL Data Source 再加一個 然後加一個的話 你就取得那個欄位 並且選擇不重複的欄位 有沒有 不重複的方 用Groove By 或者是用那個什麼 Distinct 那個指令有沒有 前面有講過吧 然後取得不重複的東西 秀在這裡面也可以 好 那這邊的話按發符 嗯 不得有怒喔 陳述式結束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 我的那個欄位 對應有問題的 我看 我看一下 應該是 是這個地方 現在是 現在是 樓台 這個 這個 在 啊 這個 這個 應該 我應該我剛剛應該有改過 我剛剛有改過 所以這裡的話如果 如果本來是 再試試看說 剛剛同學提到那個 一直唯獨 就是說 什麼一直 沒有辦法打勾啦 所以我把它改過 改成那個 就是 T的問題 修改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就是把它稍微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直接 新人進去 好這裡的話 還給各位 謝謝 謝謝